只怕你起來的太快 世界總把我拋開 那些慷慨 風流溫暖 再有不改也都只是一個愛 多長暖暖 生活著 很喜歡被你膽膽記住 告訴我你 最近傷痕的分 我們重點卻還這麼熱 請就來一趟看我 如果說能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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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暖暖7個小時 我們從板橋到羅東 從羅東到花蓮 耶 耶 嗨 大家好 他是長進的 我們接下來要去花蓮了 為什麼呢 你要說現在時間幾點 哦 現在晚上是10點09 我們今天做 有發生一件非常非常好笑的事情 就是 手機不見了 嘿嘿 然後 我們今天把幼哉幼哉去那個豆腐夾唱歌 在唱 我們今天從板橋做到羅東的時候 然後發現下車的時候 我把手機放到我的椅子上 我就這樣走了 然後去上廁所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 我就說 常見人 常見人 我的手機不見了 他就說真的嗎 然後我說真的 他說我可不可以放在袋子裡面 沒有找到 我說真的沒有 於是呢 我們就下一個非常理性的他 就去找那個服務台的站長 值班站長室 留下資料 請他幫我們確認一下那個 有沒有請站長可以幫我們到 車上去拿我的手機 結果 他說 沒有 沒有看到耶 那個位置 然後 那時候我們想說 死定了 但是我是還好 我沒有覺得死定了 我就覺得 我今天一定是很順利 然後 他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唱歌 可是要先把事情做完啊 然後你還做了什麼事 沒有 就是我們離開站長室 我 幹嘛 我們就 我們做了什麼事啊 我們就離開 我們去去城市 買了要去花蓮 就覺得會去花蓮拿花錢 因為站長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撿到的話 那他的手機只會到花蓮 因為這台 因為我們做的那台活車 終點在是花蓮 然後他就覺得一定會撿到 就覺得一定會撿到 所以他就 很沒有擔心 對 我們一下車 抱完那個服務站之後 就去了去城市買 買了現裝的 而且我們在火車上的時候 我還跟他講說 欸 我覺得我們應該已經到豆腐甲了 應該要去附近 看看有沒有可以住的 就是 舒服的 然後靠近海岸 聽海聲之類的 然後他就講說 他明天放假 然後我就說 欸那很不錯可以 我說可是很可惜 就是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帶 然後就仔細想一想 我就覺得 好像 那就去可以去人室買卸妝的 其他都OK了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才去去人室 然後去完去人室之後 我們就叫車 要前往豆腐甲的那個 演唱會的現場 表演現場 去現場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傳訊息 給 Instagram的朋友 跟 Facebook的朋友 然後看看有沒有好心人室 可以教我們怎麼樣處理 這個手機不見的問題 就大家的那個方法都是我們做過的 就是比如說找餐廠求救啊 然後去找報案啊 或者是登出自己的 iPhone iPhone什麼的 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請我們的一個 IT朋友阿向 然後請他 幫我們處理一下 然後我們給他那個 Google iCloud的帳密 對 好險我還前幾天登錄過 要不然我真的就是忘記了 然後 我們也找到了那個手機定位 還想說如果是在火車上的話 繼續在火車上的話 那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他的確在那個行徑當中 然後 沒想到 突然間 等到我們到了豆腐甲的時候 去檢查那一隻手機 結果你知道它是手機在哪裡嗎 它離開火車站了 它離開火車站了 就代表有人把手機撿走了 然後他沒有放到那個 站長的事 然後那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緊張 你他就要表演了 你要 你不要再想這件事了 然後後來我們 還去問了 豆腐甲旁邊的警察 請問手機不接電話怎麼辦 然後可以找你報案嗎 很緊張 他說要到派出什麼報案 要親人 沒有我們在那之前 已經在計程車線打過110報案了 喔對對對 但是還是要本人到現場清籤 所以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是 那我們兩個小時候演完 我們再去派出所 但是呢我們再去 演出舞台的路上 又遇到了現場的 就是警察 就是去幫忙就是 現場的 幫忙現場活動的警察 然後就問他們 然後他們就說 還是要到就是 警局裡 對因為他們沒有帶單子出來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 趕快表演完 趕快 就是要去派出所 所以呢 你知道在豆腐甲那個地方 演出 它離開現場的時候 是很難叫到計程車的 對 所以那時候我也在那個舞台上 就是在聊天的時候 聊到這件事情 沒有想到我們公關公司 超級挺 他們馬上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等一下請同事 開車 載你們去派出所 然後就載我們去了 國度 不是 南方澳的派出所 南方澳的派出所 然後南方澳的派出所 就非常好心的 幫我們做了筆錄 然後也幫我們處理了三年單 這時候就 聽到了非常雀躍的聲音 但在雀躍的聲音之前呢 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他們說 你的iPhone上 要形容那隻手機 然後我就說 我是iPhone7裸機 然後背後有什麼東西嗎 然後我就說 喔背後有一個透明貼紙 然後是什麼圖案嗎 然後我就說 呃是 然後就拿我皮包上面的 一個圖案給他看 然後蕭語姐 然後唐靜人就說 這個是 骷髏魔法石 一個 骷髏魔法石的東西 然後我就 然後那個 那個警察還說 喔就是一個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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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陣 超可愛的 然後 反正做完筆錄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警察回來了 然後他們就 行李楚楚很大聲 結果 他就很興奮的跟我說 什麼 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那個 豆腐甲遇到的那個警察 是 他說 他說了一個很好很可愛的 他說什麼 我很喜歡明白他的歌 我以前都有聽 他說原來是你喔 他還說什麼 什麼再見王子 跟22 22跟小飛行這樣 然後就很開心 但是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警察覺得 每一個人對我們都超好的 而且 我們那時候原本還想說 離開了之後也叫不到車 也是超害怕 沒有辦法到火車站 結果結果結果 警察還幫我們叫計程車 然後載我們到 花 呃 在我們到羅東的鎖車站 這個時候 我們的 這個中間呢 我們打了很多通電話 他打了 因為他的手機 打了很多通電話給我 我的室友也用了很 就是很多次也打了電話給我 然後我的IT好朋友 他也打了電話給我 突然間他收到一個資訊 竟然是我的IT好朋友 跟那個人聯絡上了 撿到手機的人聯絡上 然後呢 然後就說 就是 反正 聯絡上的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IT朋友的手機 快沒電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聯絡到他 等到他聯絡我們的同時呢 他又再打一次我的手機電話號碼 可是對方就是不接 結果沒有想到 他又在 呃 他就決定跟我IT朋友 要那個對方的聯絡方式 然後打電話給人家的大哥的時候 然後那個大哥 就說 唯 唯 唯 一直唯 然後終於聽到了這樣 他還說什麼 然後我就說 就是我們四個手機的朋友 那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進去跟他拿獎金 然後他就 就說可以 在中間 12點以前可以拿 對對對 但是 我們 他剛剛的疑問是 為什麼這個大哥 沒有要把他 直接在第一時間放到那個站上去 然後我就說可能是他 下車的時候太趕太忙 這樣子 但是總而言之是非常的忙 非常奇特的奇幻之旅 竟然就在今天展開 就在我們從 板橋到羅東的路上 就亂哈拉說 天啊 我想要去海邊 靠近海的什麼地方住一晚 然後 什麼明天放假好開心 沒事什麼的 竟然就用那個方式 然後更開心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兩個一直在警察裡面 就是 就是 好險記得花子有 借我衣服跟畫一個超完整的妝 畫一個超級適合的就是 走偏各個地方的妝 我今天去了很多地點 然後完全都有用上 真的太好了 我們還想說 就是今天穿這個衣服 然後主人唱這一場 然後可能就是跟大家拍照 所以我就特地走下去啊 因為畫主妝畫得很美啊 結果沒想到說都用得到 我們從 到表演都用得到 然後表演完之後去警察 派出所也用到 然後 就是 現在要去見陌生人 也用到 而且我們還跟派出所的警察局們拍中 覺得 他們人真的很好 然後 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 我覺得對我的協助跟照顧 還有就是 祈禱 就是用意念 然後讓這個手機回來 就是 然後謝謝我的IT 我朋友阿湘 然後謝謝我的室友 阿里 他會 他還特地要回家找我的那個 手機的那個 身份證 對 手機的身份證 叫做I什麼啊 I M I 所以如果你有買手機呢 你記得要記住那個 手機的身份證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要把手機的身份證 給你的朋友 因為那個手機呢 如果用一般的GPS呢 其實沒有辦法 Google到那麼仔細的位置 但如果你用那個 身份證的話呢 手機的身份證的話 你就可以 是不是馬上可以查到 沒有沒有 他只能查到你 不過出去的 發話然後沒有位置 結果我室友回家找的時候 他說 欸 你那個 盒子只留上面的 沒有留那個 身份證的那個 底下完全沒有 對 我根本都忘記這件事 所以請大家注意 而且還有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就是我們從板橋都爐動的路上 然後我們還在聊說 現在去旅行 還可以用那個 政府的那補助啊 補助一千塊的旅遊 旅遊 住宿 對 然後我們想說 欸對啊這樣很便宜耶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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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找到了 寶貝包客啊 去看啊 然後因為我們很想要住 兩個人睡在一起 可是不是跟大家補助嗎 還是希望可以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我們非常巧妙的 就是真的住到我們想要的 然後我就問他有沒有配合那個 補助方案 補油補助方案 結果既然用 我們就用非常嚴嚴的價錢 然後就得到了這次小旅行 它看起來不太開心 然後好好感謝這些 一路上幫助我們的朋友 然後希望等一下也順順利利了 結果我們今天如月隱藏的 也訂到了今天的花園的飯店喔 然後是一個背包客棧 然後我們今天自然是一個奇幻之旅 大概在過 我看一下 大概在過 40分鐘左右 我們就會到花蓮了 好 謝謝大家 感謝名單 這邊 謝謝 如果 對於 這個人還有什麼特別好奇的部分 記得要去聽我們的音樂 好 謝謝大家 掰唷 你剛剛說什麼啊 你說 能找到手機很了不起 很神奇耶 很神奇 因為我們練力太強了 而且 一下車就是 助力一定要找到他 雖然第一通電話 第一通電話沒有 很多說 欸小小姐 那個正港的時候沒有找到 心太涼了 心有點棒涼了 想說怎麼可能啊 開補這10分鐘怎麼可能 沒有 對啊 不合理啊 超不合理 而且我覺得我手機很難找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只按震動 就是 而且裸機很黑 而且震動就算了 它的那個手機超容易沒電的 對 所以又 又打的時候我們又不能一直連環call 不然不然沒電 對 它掉電很快 所以可以在一天之內 而且不到一天喔 才幾個小時 而且我們的戰術真的很好耶 因為我們是 沒有打到沒電 然後 才可以一直追蹤它到華蓮 對 我很開心 而且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的其實那個電力 才七十幾趴耶 對 那時候 而且依照我這麼容易掉電的那個手機 我覺得它一定很快就會沒電 但是沒有想到 真是幸運幸運 幸運到家了 太好 一定是那個魔法陣的關係 有魔法水 耶 有魔法 太好了 真的太有魔法 好我們接下來要去住 花園的地方了 然後我們也很幸運地住到 我們很想要住的地方 而且還有那個鼓柱 爽 耶 幸運 接下來我們要去吃我們今天的便宜 我們要去吃泡麵囉 拜拜 拜拜 我們要回家囉 我們要跟花園說掰掰 還是覺得很扯 因為我們剛剛算了一下 我們不到六個小時 就撿到自己的手機 而且是在外地 所謂的外地就是 因為我是土板橋的 我今天去了那個蘇澳的豆腐甲工作 然後已經覺得很難 嗯...雖然會覺得機率很小 找回來的機率很小 我會覺得很大 但是反正就是一般人啊 還有所有機率很小 結果沒有想到在六小時之內 我竟然在花蓮~~~